大家好,先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因為上一次口罩可能戴得不太好 這裡有很多人,所以今天都要戴著口罩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會注意,應該很密實吧,密實的林鄭月娥很少戴口罩 現在都要戴著口罩見記者,背後發生了什麼事呢? 江湖有很多傳聞,不過沒有辦法證實,當然有些重要的人物出聲 他才會這樣做,但是沒得證實,我們就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今天這裡就要跟大家先分享北京全國人大說到關於香港的部分 我明天就會再嘗試跟大家分享整個人大會議有什麼值得注意 講到香港這裡的時候,首先第一件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在栗戰書全國人大報告裡面講到香港問題的時候,有一段很重要的說話 結果他沒有讀出來,而是在他的文字稿裡面有的 首先看看他的文字稿究竟說什麼 他裡面說,過去一年北京建全特區特別行政區 建制秩序和法治秩序,他一直都有做到 而未來是怎樣做呢?他有三大目標 未來是要更加穩健的 要建全中央對特區政府全面管治權制度,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全部都有目標 而這三樣東西就是在那時候的四中全會 中共四中全會裡面說明的東西,而且是有執行機制的 機制是一系列的制度 現在栗戰書就在這個人大報告涉及香港部分 又說明,但是讀的時候沒有讀出來 你看他的視像等等來說沒有了段 有些人就說,因為要省時間 所以那些東西就不需要讀的,就是以這個文字為準的 但是呢,外面又忽然間有些消息,其實不是的 過去就是以讀出來的那個為主的,就不是看文字稿的 那我放這些消息出來,那我採訪過人大那些會議等等 據我所理解,一定是以文字稿,甚至是修訂完了 到最後公佈那個人大的報告為準的 而絕對不會是以說出來的那個為準的 如果你說出來,有些說錯了那些 那些怎麼可以為準呢?明知道他是 不知是怎樣鬼拍後尾,你是怎樣說錯了 或者他自己不知是漏口,還是什麼 舉個例子,不是我作的,大家可以找回的 就是當年李鵬做總理的時候說中英那個談判鬥爭 那就是出現這樣的情況,責任存在中方 即刻改回,不是,責任存在是英國 那你說他那個時候是不是不知為什麼會說錯了 如果你說以那個文字稿,以那個講話為準的話 那這個就很大罪了,是不是 另外有一次李克強很聰明,就是怎樣呢? 不知為什麼發出來給代表那些文字稿裡面的原稿 說到當時不知是四個意識等等,總之四項重要的東西 四個堅持等等的東西,不知那個稿為什麼只有三項 不見了一項,那說出來的時候,李克強不聰明 立刻就讀了四項東西出來,這些已經在他腦裡面滾瓜難熟了 那結果呢,代表就是,看見那個稿裡面沒有的 立刻就立刻就收定了,所以一定是以那個 最後討論完修改了那個稿為主 那現在栗戰書這一個呢,不知為什麼他沒有讀出來 那有些人就說,已經是黨裡面的文件有了 那現在人大報告裡面都有了,不過就不讀出來 那有些人就說,不讀出來其實都是沒有什麼特別意思的 那我也都請教那些人,其實有意思的 意思就在於這一類的這麼敏感的內容 如果在這個時候,你讀出來和不讀出來的下軍效果就是這樣 就是有些關注的人,敏感的人,他才會跟這些情況 如果一般老百姓的,或者即使你是外國記者 外國記者其實是關心大陸,不是關心香港的 所以他不讀,那大家自然就不會把焦點放在這三點裡面 尤其是這三點,大家會看到其實是會加緊對香港的控制 再通過合法的程序,因為立法嘛,權在他們那裡 通過合法的程序來達到大家覺得,即是香港人覺得 你是加強了控制的效果,是不是? 現在你這樣不說,反過來,是不是另一種淡化的做法? 就等於汪洋在他的政協報告裡面 這次最少是第三次沒有提一國兩制 但是他前面那句就是要牢牢掌握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他 是第一次寫有的報告 換句話說,這一個牢牢掌握才是重點 所以看大陸的東西,就一定要知道他重點放在哪裡 他有些東西說,有些東西不說 不說或者省略目標在哪裡,是不是? 好了,看完栗戰書這個之後,不妨看看 林鄭她都說了真話,或者不是真話,是反映了大家的心聲 是什麼事呢? 大家記不記得,剛剛就是如果計來昨天 她的記者會,她就說以後由她主持一個講抗疫的會議 怎樣呢?她說的,真的說了銀心出來 她就說,大家都不想經常見到我,是不是? 如果不見到我,香港就回復正常生活了 她這句說話出來之後,大家自己如那些朋友,你看看網 這句是大家的心意了 當然林鄭所說的,疫情過了就恢復正常了 她的意思是在這裡 但是大家呢?她不理你究竟林鄭說什麼 如果是真是早點不見到她的話呢?大家就抗你陀佛了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大家記得林鄭剛剛當選之後她說過一句話 她就說如果大家不喜歡她的時候,她可以辭職 這句話大家找回她那時候就職之後說的東西 現在再找出來,她當時說的是風涼話 現在所說的是廢話,為什麼呢?她現在做不做到 或者是怎樣的未來,都不是她自己能夠決定的 所以這裡,第一個就是她說到民意了,她說的民意就是大家都不想見到她 發發脆脆恢復正常的生活 這個正常不是她說的疫情那樣正常 而是說大家在過去行之有效大家理解的一國兩制 所以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她裡面說出一個字 大家都覺得是不是這樣的?她說她作為抗疫的主帥 大家聽到,咦?主帥?主帥是不是你啊?林鄭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自從這幾個月以來 大家看到真正主導抗疫的大方向 那就是她現在要下手下腳,她要負主體責任 但是那個方向呢?大家看到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你看到河吐區,河吐區現在就是特事特辦,急事急辦 以前是香港的法例可以在那裏做的,現在不行 現在比英國南就起了很多隔離措施 然後那條橋都弄出來,深圳那兩個人過來 香港在這方面起到什麼作用呢? 甚至上那個主帥的作用是不是香港? 好了是香港,但是不是林鄭呢?大家就會質疑很多問題 所以繼續看得具體一點,其中一個大家很關心的就是全民檢測 林鄭在她的記者會裡面說,現在全民檢測不是優先的項目 不過還在籌備著,大家就招頭了,你又在籌備著又不是優先項目 那你是什麼時候進行呢?又沒有說 這個就令到大家這麼話上的記憶出來了 首先第一件事,哪些人提出要全民檢測呢?第一不是林鄭 初時林鄭對於這個建議的時候,又覺得沒有這樣必要 或者不是急切的需要,但是被人吵得多了,很多炮轟 然後她就說,是要全民檢測 究竟哪一句才是真的呢? 然後大家就說,你這樣經常改 其實最奴役大家的那個就是你朝令夕改 然後林鄭就說了一句說話,不知道她是優先自己一幕還是優先市民一幕 她就說是不是朝令夕改,見仁見智 她就說從她的角度就不是,她因應疫情改變 但是大家就說,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又立刻舉另一個例 不單止是這個全民檢測,你現在忽然又來,忽然說不來,忽然說押後 忽然說籌備,忽然又說不是優先工作,什麼都你都說了 好了,然後另外一個例子,大家有記者問她 究竟現在是動態清零,還是你慢慢走向與病毒共存呢? 因為大陸已經開始放聲器出來,她可能會調節,因為大陸都有很多不明源頭的個案 雖然她的數字不是很多,數字幾百個而已 但是從整體態勢來說,大家就覺得等於國內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 她說真實數據,她要提真實數據,究竟真實數據是指未搜集到的還是經過調節的呢? 也不知道,好了,既然是這樣,林鄭月娥怎樣回應清零的問題呢? 她說無論清零或者與病毒共存現在討論,已經是沒有意義的了 大家就騙了頭,最早期的時候,是誰說我一定要動態清零的? 是誰本來不是動態清零,不是用這個字 到後來又有很多人吵,跟著就一定要動態清零,這個大方向一定是這樣的 而講與病毒共存這些言論都不應該出來,因為你這樣出來,你就是分散了動態清零的焦點 誰說的?大家找回吧,所以去到這裡這樣的位置的時候,大家就開始去想 麻煩你,你想清楚,你做好決定,你才好說,才推出 然後,即使是因為時勢,因為疫情,你要改變,但還是微調好了 就不要忽然間有,忽然間沒有,忽然間大改,這些才當時胡錦濤說 不要折騰,老百姓,現在不只是折騰,而是折磨 好了,去到這裡的時候,大家如果有手機,有些人收到,有些人收不到 是什麼?就是一般叫溫馨提示,現在香港叫緊急警示 有些人說晚飯空靈,香港當然是說什麼 可能大家又收到,昨晚吃飯,突然間手機啵啵啵,很大聲 然後原來是說,大家不要去伊麗莎白醫院了 因為伊麗莎白醫院已經成為了一個專門去應付疫情的醫院等等 這個出來,於是大家就有很多不同的反應了 其實這個真的可以見仁見智,不過很多大家的反應是說 你這樣,這個算是緊急的通知嗎? 如果你是這樣的時候,現在很多人說,無論是民間或民建制都在說 你這樣不是朗來了,人家懂機了 人家以後根本是濫用了這個設施,再加上大家馬上計算數 用了多少錢?一億五千萬,這樣嚇一跳 當然你說,這個很可能以後才會緊急才會用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反應了一件事,就是特區政府無論做什麼 市民已經是有一個條件反射的反彈抗拒,以至是質疑 你說,可能林鄭月娥就說,你們大家非理性,我是很理性的 可能她自己這樣想,但是她有沒有很詳細想想 是什麼原因導致現在大家有這個條件反射呢? 這個是積累下來的,她不可以說你們全部都是情緒化 而她是自己眾人皆罪,她獨醒,不可以這樣說 所以去到這裏來說,大家就會去問,究竟這樣的時候 對未來特區政府,對你林鄭所說的,又除了那句說話 大家很不想看到她,那句是認同之外,其他沒有那句說話認同 接著大家就開始看官場,或者看政壇 政壇裡面現在有一個最大的政治公約數,是什麼呢? 就是批評林鄭,批評可以是大馬的,可以是小馬大幫忙的 可以是建設性的提議的,但是現在是最大的公約數 所以林鄭現在她面對這樣的情況,她只能夠一如既往 北望神州,以身相許,是不是? 去到這裏這個位的時候,我就要反過來說一說 大家又不要林鄭以為我們非理性,我們就真的非理性,我不是啊 如果是非理性,或者是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可能最近有另外一些例子 就是,剛才說到對林鄭的批評是最大的政治公約數的時候 很多人就批評了,結果有些批評是連基本事實都搞錯的 然後搞錯了,要道歉,道歉又不知道是不是後面有人覺得 你這樣都影響了,現在上面繼續使用林鄭 最低限度主體責任,難尾,你要收科才行的 於是就道歉了,所以作為老百姓 即使現在很多的措施令到大家很不滿意,大家仍然要尋得住氣 尋得住氣是保護自己的健康,心理健康等等 至於現在有很多的批評等等,大家就要搞清楚 這些批評有沒有根據,最低限度,符不符合事實 如果是不符合的,大家就開始去想一下,究竟現在 是不是完善了那個選舉制度之後,就一定會選出大家認為有用的人 所以這些來說,都是要大家去深思的 所以從栗戰書,人大報告,講到香港的部分,林鄭她的表述等等 綜合一下,大家就自己分清楚,那些是真,那些是假,那些是虛 那些是實,那些是重,那些是輕 然後自我提升,所以我經常說,最好就是新三民主義 拓展民主,壯大民氣,提高民技,大家回應的技巧 辨識的能力,這些才是最實際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